好 冰城 瘦姨为什么要逃跑呢 他是觉得乔振天不会秉公执法 再加上一下子死了好几个人 他肯定吓坏了 我们必须得找到死者家属 赶在乔振天潜明镜的事情 才有可能得到真相 可是百姓们都觉得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很难接受事件 我怕他们会不同意 那就尽量沟通吧 再说了 这不就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吗 有时候会遭受一些不理解跟非议 我们也应该去面对 嗯 你听我解释吧 我是真的想帮你们啊 我会帮你们查清真相的 有什么真相人都死了 不许你和我娘 你听我解释啊 有时候你们和我娘快走 你听我解释啊 听我解释啊 听我解释啊 你跟我走 也是没事也是 人都死了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死者未来你知不知道 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说 你赶紧走 你再不走就对你不客气了 走啊 对他们而言 除了完整的失守 没有其他更重要的 云长啊 看来我们彻底失败了 叶医生 楚医生 我老公也是被沐医生致死的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可能治死人的 我正是相信沐医生 才会来找你们的 我想查一查 我老公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走 快走 来来来 快快快 我老公明天下葬 婆婆肯定不会让你们试检的 你们赶快检查尸体 万一被人发现了 我会被婆家赶出家门的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尽快查出真相的 那你们赶紧的 好 我走了 这个人 很明显是心脏骤停而死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心脏病的特征啊 这么年轻 应该不会得心脏病的 好 你看他的眼周 嘴唇 跟指甲 都有发黑的迹象 说明他是中毒而亡 云长 你照相干嘛呀 这是取证 能证明他是中毒而死的重要证据 对你 好 好 好